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猜着了吧 对 希拉里克林顿 希拉里1947年出生 多大了 73 虚岁 74了 我们胡同里经常老太太叨咕哭 73 84 好 尽管现在时代不一样了 73 84不见得就怎么着 但毕竟是上了年纪 按照50岁退休 73 退休多少年了 退休24年了 23年了 按照55岁退休 那也退休多少年了 所以美国这老太太真硬实 美国老头真硬实 你不服不行啊 我跟隔壁王奶奶开玩笑 你要在年轻几岁也能参选 老太太说 我还是在家里看我重孙的吧 希拉里这就叫重出江湖啊 对不对 如果任命希拉里担任驻联合国大使 那希拉里在体现美国政府 特别是拜登政府的外交政策方面 相信那是一把好手 这条消息是福克斯电视台 也就是说特朗普先生喜欢的电视台 报道的说 这个任命 希拉里从前的国务卿 奥巴马时期的国务卿来担任的 拜登政府的驻联合国的这个大使啊 还不是临时起义 而是一段时间以来 一直在讨论的问题 正在正在现在呢 还在讨论 还没有做出最后的决定 拜登老先生认为呢 如果请希拉里克林顿来担任这个角色的话 那将有助于美国威望的提高 这个消息传出来之后呢 正值呢 美国外交关系一段时间以来 就四年以来 被特朗普先生搞得乱七八糟的时候 拜登说 我们这样做是要让他们知道 美国回来了 我们重复的是 重返的是以前的游戏 美国回来了 重返以前的游戏 此前报道说啊 是希拉里2016年的时候大选 大选他是败给了特朗普先生 所以呢 现在呢 对于拜登政府启用老太太心里边 啊 是愿意的 尽管这官比国务卿小多了 对吧 上届政府 他是蓬佩奥这么一个角色 现在才是一个驻联合国大使 所以老太太老太太不计较官大官小 只要上去啊 而且我接替的是 特朗普政府 哎 这这心里面就爽啊 老太太上次受了刺激了 他本来比特朗普多了三百 三百多万张票 但是对不起啊 你 你这个因为选举人团的票 你没有人家多吗 人家先拿到二百七 所以老太太只好气鼓鼓就回家了 回家老太太曾经说了 从此以后啊 不再参选总统了 啊 但是呢 你说做一个政治人物 年轻的时候 就跟克林顿大学里谈恋爱的时候 就一直热衷于政治的这么一个老太太 突然间就不介入政府 不当总统归不当总统 总统以外的活好多吗 还可以干吗 所以说到大选以后 希拉里一直活跃在美国的老百姓的公众视线当中 那公众视线当中 就是说三天两头 都有这老太太新闻 老太太没事干 没事干很难受 他经常干什么事 经常批评特朗普 说批特朗普 特朗普对不对 你通俄门呢 通俄门他老低了这事 特朗普也是非常不爽 因为他在2016年呢 他认为自己之所以败选的原因 就是呢 就是这个俄罗斯 俄罗斯那方面呢 倒他的乱 所以让他下来了 但是呢 这件事另有一种说法 说美国国家情报机关 披露的消息说 在较早前 奥巴马政府就已经知道 希拉里试图利用2016年大选 把特朗普和俄罗斯 连在一起 也就是说 他自己对外宣称的是说 是特朗普通俄门 害了我老太太 没当上总统 要不然你们早见到 白人的女总统了 但是呢 其实包括奥巴马在内的 一些政府官员都知道 他在2016年 他利用特朗普通俄门的事件 来转移他自己的 邮电门的丑闻 记忆里好的朋友都还记得 邮电门丑闻怎么回事啊 就是当时选战特别娇着 突然间一大堆 关于他的一个助手 助手的丈夫 利用呢 希拉里的这个 他这个团队的 这个女人的 官方的这个 这个电邮 里边还传了很多 乱七八糟的东西 希拉里的发言人呢 对于这种说法 表示嗤之以鼻 说你们攻击我们老太太 毫无道理 比较早之前的英国的 泰晤时报呢 援引不具名的人士的消息 说 哎呀 你们不能光注意 希拉里 克林顿要担任住英国 住个联合国大使 还有爆炸性的消息 爆炸性的消息是什么 拜登很可能提名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 担任的美国驻英国大使 此处可以有啊 疑问声 真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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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是完全可能的 美国的干部制度 也很有意思啊 他能上能下 总统干大使 是吧 国务卿干大使 这个副总统 现在上来干总统 这非常有意思 这个网友呢 对这个戏文的评论更逗 说八字没一瓶 还安排几人来了啊 现在你是总统吗 这个人现实还是支持特朗普的 八字没一瓶 任命官员 你还要脸吗 这个特朗普总统的这个粉丝啊 都是比较比较极端的 经常甩这种难听的话 今天还有一个人问我 说司马南像你这种人 你怎么能是穿粉呢 我在节目当中 我确实说过 我是穿粉 我说我支持这个特朗普先生 再干一切 我这个说法当然和真正的穿粉的想法不一样 有些穿粉是那样想的 但是北京东城区南锣鼓像的 胡同串子司马南则是这么想的 我的想法跟他们想法不太一样 但是特朗普先生如果继续连任的话 我会很高兴的 有人关于这件事 说的更难听 说是你看 这老拜登 老拜登 老拜登 这牌洗来洗去翻出来 还是这群臭鱼烂虾 都是你们这帮七老八十的 年轻人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美国没有年轻人了吗 等等等等 也有人说 看起来啊 美国州联合国的大使啊 这个人选一定要又厚又黑 说希拉里就是又厚又黑 有人还写的打油诗 打油诗写的很逗 说眼睛尖脑筋活 皮糙肉厚毛略多 啊 茂蝶更显 美国小治国要治联合国 哈哈哈哈 说原来治国你只能治美国 现在治到联合国去了 有个叫天字坊的人呢 说啊 之所以要用这老太太呢 原因很简单 不是民主党没有更好的人选 而是拜登呢 要干嘛 要还债 说大饼啊 不是拜登一个人的 而是他们一伙的 至少是民主党这个选举利益集团的 啊 希拉里老太太还没上任呢 因为拜登他们讨论这件事情 还没有最后决定 但是议论已经出来了 说明什么呀 说明希拉里有人气啊 是 美国舆论界的也有一些比较理性的声音 说拜登这个建议其实还是不错的 希拉里克林顿的 他必须有丰富的政治经验 尤其是在看守政府 希拉里有充分的外交经验 他熟悉的亚洲事务 对于一个政府来说 他可以做很多事 他这个班子里边呢 如果选用他做国务卿 比起蓬佩奥大任国务卿 要更合适一些 蓬佩奥呢 他从中情局过来带着冷战思维 他那趟呢 跟中国打交道不行 而希拉里对中国呢 更狠 这个希拉里克林顿呢 在这之前啊 或者说现在他手头正在忙着一件大事 这个大事啊 虽然不是当总统 当国务卿 当什么驻联合国大使 但是他忙啊 他现在呢 正在做一个电视剧 叫主题电视剧 叫女性时刻 不是要当女总统 没当上吗 但是他认为 我当女总统 没当上 但是美国的女人时刻 现在已经到来了 这部剧呢 改编自同名传记 讲述的是女性 在这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边的 艰难抗争 终于在美国宪法修正案 第19条修正案当中 第19修正案当中 获得了投票权的故事 这是一部美剧 希拉里在这里面 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希拉里这个女人 相当相当不简单 年轻的时候很漂亮 但是后来呢 这是一个政治女强人 一个女人当官时间长了以后 你会发现 女人的妩媚 温顺 修养 知性 包括那个文气啊 少了 他脸上会有一种的 非常强硬的符号 希拉里就是这样的人 希拉里这样的人在官场上 在朝廷里边 争名于朝 跟别人打斗的时候 那是相当狠的 但是他并非一路向前 他懂得示弱 懂得在什么时候选取什么样的位置 比方说 大家都还记得 1992年的时候 那时候 克林顿和老布什 两个人竞选美国总统 当时啊 当时 克林顿他们家 已经打的一团糟了 知道吧 那个时候呢 有一个小报连续刊登 说克林顿 不是希拉里 克林顿 是老克林顿的 讨色新闻 说这个阿肯瑟州的 这个州长啊 和五个女的 可不是莱姆斯基一个 在当州长的时候 就五个女的婚外恋 紧接着又有一个 叶总会的一个女的啊 花之招展的 扭着腰枝就过来了 就说 跟媒体说 他 我 我跟克林顿先生 已经保持了12年的这种啊 不那么纯洁的友谊 哇 类似新闻 哗啦啦出来 新闻的真是新 当然我们现在已经不可靠 因为那时候 选总统就相互抹黑嘛 小报说的事 咱也不能认真呢 但是认真不认真 在92年那个时候 那时候克林顿 西娃里都还很年轻啊 打击很大 这阿肯色州这个穷小子 克林顿是有可能击败老不实的 但是如果这件事 不能平 用我们胡同话说 就这事要是不把他铲了 那就麻烦大了 在这时候 你知道 眼看着 克林顿的这个支持率啊 骤然下降 美国老百姓很八卦 美国老百姓一看 当州长 你都跟五个女的那样啊 叶总会12年 好小子 我选你 你将来当了总统 还能怎么样 后来是当了总统 总统果然是没太怎么样 就跟莱文斯基有点事 然后还弄的丢人歇眼 回过来 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说要单 咱平常一个女人 一听这事 那还不隔壁王奶奶说 那还不村的 起来 打她一个满脸花 一哭二闹 三上吊 就坚决不跟你过了 啊 咱女人要有志气 可是你知道希拉里怎么做的 希拉里这个时候啊 就接受美国最著名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采访 采访中呢 希拉里啊 小鸟依人的啊 依偎在克林顿的身边 克林顿这时候呢 就坑坑吃吃的啊 捏着鼻子说 说我我我我 我是有些见不得人的事 我是做过一些错事 我在婚姻当中有段痛苦的时刻 但是但是现在 我跟我的妻子很恩爱 嘿 另外他还强调说 美国当务之急 是要解决经济问题 而不是铺风捉影 最后呢 该说的 该讲的 家里面的和睦团结 哎 大家说 这 克林顿啊 那时候美国经济确实遭到很大的问题 说美国 克林顿这人有志向啊 是在解决经济问题 这些很可能是 铺风捉影吧 哎呦 他老婆真懂事啊 您瞧瞧 一场危机就这么化解了 拜登上台之后 他所面对的 其实还是一个后特朗普时代 特朗普步的那个局啊 惹的那个麻烦 光是疫情擦屁股 我告诉你 这屁股好大 得用多少手指啊 所以在这个时候 怎么样恢复美国的形象 怎么样重拾盟友的关系 希拉里克林顿在这时候可能会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如果他肯于接受这个角色的话 那就是说原国务卿 原总统候选人 现在当一个联合国大使 说明能屈能伸 希拉里出任拜登的 驻联合国大使这件事 我估计会让中国的公知们 今天晚上纳得喝茅台 茅台 镇酿的 用自己名字命名的那种什么茅台 小烧呢 大家的喝一顿 为什么呀 希拉里啊 他是喜欢讲什么普世下值的 是喜欢搞什么公知的 是喜欢给钱的 被特朗普先生 抓了四年的狗粮 这次要万一续上 就因为希拉 你说希拉里 联合国大使 不管这段 管不管这段 我告诉你 他影响相当大 看见剔图的照片了没有 希拉里和克林顿 这老头老太太在一起 哎呦 大了五岁 怎么显得那么老 希拉里显得这还是很干练 四马文频道 今天就说到这 下期再见